预制蔡进校园引发家长抵制 无论是预制蔡还是校外配餐公司 卫生状况都令人堪忧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抵制预制蔡进校园本身不是预制蔡的问题 而是信任问题 这一幕发生在9月19日 湖南淮化园林县某中学家长会上 根据凤凰网的消息 因为不满校方给学生提供的预制蔡 这位家长代表愤声疾呼 今天我们的孩子受伤害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受伤害 孩子的健康都没有了 还读什么书 要么学校自己搞食堂 要么家长来送餐 说吧 排下家长掌声一片 在家长们的坚持下 校方做出妥协 9月20日下午 校方已将预制蔡从食堂全面下架 并承诺不向学生提供学生和家长不认可的食物 校方的态度值得肯定 这位家长代表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预制蔡进校园的话题在近期关注度很高 我在网上就看到一条很扎心的评论 家长在外打工吃盒饭 就是为了孩子不吃盒饭 结果孩子从小就吃起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盒饭 奋斗的意义在哪里 诚然 发展预制蔡这样一个新产业 促进经济无可厚非 但这个担子请让大人来承担 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健康作为手段 往小了说 孩子是家长的底线 往大了说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如果谁触碰家长的底线 谁扼杀祖国的未来 必然会遭到国人的抵制 然而 家长们在抵制预制蔡进校园的同时 有些学校的外包厨房 同样不令人省心 根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9月19日 深圳某外国与学校的家长 突袭检查校外配餐公司厨房 现场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大量的冻肉泡在污秽不堪的水池里 满地都是脏水 厨房内臭气熏天 甚至还有发黑的冷冻肉 试问这样的食材做出来的菜 校方领导敢不敢给自己孩子吃 外包厨房食材的卫生状况都如此恶劣 更何况是没有统一标准 为了长期储存 还必须加入大量防腐剂的预制蔡 所以家长们对预制蔡的担心和抵制是必然的 我是80后 小时候在幼儿园吃的汽水肉有多鲜美 至今记忆犹新 怎么如今国家强大了 孩子们却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无法保证了 所以时代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事实上 需要为食品安全兜底的不仅仅是校园 任何事关公众的食品安全都应该有有效的监督 追责和独立透明的机制 这样才能彻底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说到底 抵制预制蔡进校园本身不是预制蔡的问题 而是信任的问题 而是信任的问题 在网易目中 by bwd6